板桥幼儿园爆发未药风波 原方营业许可在6月遭到撤销 经过检进将近两个月的侦查 最终检方将全案做出不起诉处分 没有证据主任幼儿园人员 有喂食幼童不明药物 或者含有不明药物的这个彩虹药水 都没有含有47种的巴比托类 以及本二氮瓶类的这个药物 因为检方先前采集36名幼童的毛发 送调查局检验 检测报告显示没有检出有毒药物 只有常见的感冒药成分 另外检方也没有发现 教室有不当管教或体罚 被执设喂药的肇性教师 与彭信园长等9名被告 通通不起诉 但我们要怎么样去找到更多的市政 来证明这些还确实有受到伤害 我们要去努力的申请在意的部分 无法接受不起诉主份 有些家长计划申请在意 因为他们认为整起喂药案 还是一念重重 重新回到幼儿园现场 即使已经获得了不起诉处分 但是您可以看到 由于组约到期 还有执照被撤销 因此幼儿园目前是大门深锁 而且铁卷门也拉下 业者晚句回应 虽然业者低调 但幼儿园总公司透过脸书 感谢办案人员查明真相与细节 新北市教育局也宣布撤销废纸 设立许可的行政处分 不过确切何时会恢复营运 还是未知数 今天我们曹文宁是二位采访报道